来 元首 王爷 怎么样 好多了 已经得到控制了吗 有了奎宁 很多人都已经没事了 相信照这样下去 医区的病情 很快就会得到控制 只是 只是什么 回王爷的话 医区里面的空气不太好 很多病人 刚刚恢复健康 又重新患病 周而复始 比较麻烦 那为什么不把 恢复健康的病人 转移出去呢 这万万使不得 太医说了 身体刚刚好转的病人 其实还没有完全恢复 容易把病传染给健康的人 所以就算恢复了健康 也还得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那可怎么办 老十九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打拳可以防止疾病传染是吧 没错 好 那你教他们打拳吧 不是吧 你不是最讨厌我打拳了吗 现在知道他的好处了 我以前不喜欢你打拳 是怕你跟别人打架 现在一样 这是让你救人哪 看我的吧 大家都听我的 站到我这边来 凡是已经恢复体力的病人 如果你们想要彻底地康复呢 最好啊就是要练拳 练拳 首先要扎马步 马步扎得够稳才能有精气神 大家跟我一起来 一 二 三 四 四 山西到台来走 水灾已经全面消退 百姓们安居乐业 请皇上放心 你帮朕写 知道了 皇上 您的伤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还要臣妾待毙啊 朕喜欢看你写字 有你在身边 真好 皇上 皇上 启禀皇上 礼为礼大人求见 宣 遮 参见皇上 西妃娘娘 平身 什么事这么急啊 非得来御花园找朕 回皇上的话 臣听说果亲王带着慎郡王 在义区秘密练兵 意图不轨 有此事 他可是你举荐的 微臣该死 微臣不知道此人如此狼子野心 而且还听说老百姓在传 十七道病就跑 小孩跳老人笑 太平盛世呱呱叫 这分明就是眼中只有果亲王 而没有皇上 臣还希望 皇上能明察此事 严惩不怠 爱妃 爱妃 你有什么高见 皇上 臣妾听说 果亲王带着义区的百姓们练功 只不过是为了强身健体罢了 如果李大人觉得 区区几个病人 就对我们大清国造成危害的话 也太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吧 娘娘此言诧异 千里之低溃于乙穴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如果不加以遏制 事态继续扩大的话 那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李大人 你这话又错了 如果说王爷有不二之心 秘密练兵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 再说了 王爷一手建立的羊枪队 可都在皇上的掌握之中 让几个病人去堵枪口 不是自寻死路吗 至于那个歌谣啊 只不过是王爷控制异情有方 百姓们对他的称赞而已 皇上 如今能有这样几个公骨之臣 领奖励才是 如果贸然猜忌 会伤了大臣们的心啊 西非说得真有道理 皇上 臣是一片赤胆忠心 好了 收起你的赤胆忠心 朕生平最讨厌胡说八道 挑拨离界的小人 倘若你再造谣声势 无中生有的话 朕拿了你的脑袋 滚 是是是 臣告退 好 苏公公 娘娘不喜欢这份礼 娘娘说大家相识多年 也算有些交情 倘若是对国家有利的事 无论什么都自然相帮 至于其他的 就爱莫能助了 这些首饰都是上品 想必花了不少银子吧 倘若来自大人的俸禄 让他穿金带银 让大人啃馒头 这实在是过意不去 倘若来路不正 那就更不能收了 还请大人拿回去吧 奴才告辞了 苏公公 苏公公 请留步 这自古送出去的礼 就没有再拿回来的道理 既然娘娘不肯赏脸 那还请苏公公赏脸 收了这份礼 这娘娘都不敢收的礼 奴才哪敢收啊 李大人 这官道分两条 一正一邪 倘若大人走的是正道呢 什么都不用舍 谁也拿不住你 奴才言尽于此 告辞 李大人 参见千贵人 参见千贵人 李大人 知道为什么西妃娘娘 突然变得 翻脸不认人了吗 因为你在对付果亲王 而他跟果亲王 有一对 娘娘 此话可不好乱说 这话本宫就跟李大人 一个人说了 你不说 别人怎么会知道 除非你大肆宣扬 娘娘 臣不敢 你敢也好 不敢也好 反正本宫是把话 给你撂下了 该怎么做 你自己掂量吧 走吧 回宫 你自己我 你ацию 那么 从中 这 哪 刚才关 разг 我们俩真如千贵人所说 连城一线 倒真是件棘手的事 张大人到 张大人 张大人 坐吧 张大人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皇上所批阅的所有作折 都是出自一个 一个女人之手 听说皇上的伤伤得很重啊 这所有的奏折 都让西妃娘娘给带劈了 你说什么 这还了得 自古后宫不得干政 我泱泱大国 怎么能让女人说了算 各位 难道 还要再出个武则天 吕后吗 张大人 您是大臣之手 您倒是说句话呀 是啊 是啊 急死了张大人说句话呀 说句话呀 走 去联络各部大人 见皇上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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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场好戏 臣堂能喊见皇上 你们怎么来了 回皇上话 臣等戏悦皇上所批奏折 不料发觉 皇上近来玉批的所有奏折 竟出自一个女人的手笔 臣等大祸不解 特为此事来请教皇上 朕腿不好影响了休息 所以让西非娘娘给朕带了几次笔 有问题吗 这万万不可呀 皇上 自顾女子不得干政 不用臣多说皇上也知道 女子批乐奏折 必会给朝廷带来大祸 所以臣等请皇上按大清律 立即降罪西非娘娘 依井效尤 朕要说的是 西非并没有干政 她只不过是帮朕 写了几个字而已 请皇上降罪西非娘娘 你们 朕跟你们说不通 西非 咱们走 皇上被西非娘娘所迷惑 不听臣等诸言 臣等只有贵死在这里了 皇上铺天之下莫非王徒 帅徒之兵莫非王臣 如今皇上为了个女子而乱了 朝纲和规矩 要臣等情何以看啊 皇上 臣等不才 冤冒天下之大不为诛杀此女 替皇上尽手 皇上 放肆 来人 带走 这 这 皇上 皇上要为射击着想啊皇上 贱妃 贱妃 皇上 这些大臣们都是为了皇上好 请皇上不要因为臣妾 而伤了君臣的和气啊 西非 来 请起 你们都给朕听好了 朕自登基以来 四海升平 国泰民安 从来就没出过什么大的差错 如果说因为西非娘娘 给朕带了几次比 你们就要以死相见 做忠臣的话 那朕告诉你们 那是愚忠 今日之事 朕就既往不咎 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定斩不饶 散了 走 李大人 皇上那么相信这个西非娘娘 看来我们以后的日子 不好过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不是看别人 是看我自己 是看我自己